清廉秦政爱相提 他怎么会把南部搞成一个黑都 尤其把台南搞成一个黑都 一个文化古都变成黑都 各位想想看 就是民进党现在在南部 包山包海 包公主 包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所以民意才会透气它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庄有话 昨天赖清德到了桃园市 向党员报告倾听民意 这个时候郑文燦发言 郑文燦承认说 林志坚的论文门 是民进党败选的一个破口 当然这件事我过去在 网络平台跟视频上面 我都已经说过了 其实我都不想再多讲 但是民进党这一种检讨 我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大闷锅 这个大闷锅我确确的说 如果锅盖再不先开的话 内部可能引爆 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这次败选 他们都把目标是放在了北部地区 但我问过我民进党的朋友 他们认为 民进党基本盘松动 最厉害的地方 反而是南部 他说应该要好好的检讨 南部的基本盘 为什么会流失的那么多 他告诉我 民进党在南部的基本盘 各位要知道 他跟国民党之间 胜选比例的差差距 可以2.5比1 甚至于是2比1 那反观 我们现在看民进党的本命区 已经降到了1.5比1 就是说 国民党什么都不做 他可以拿回 差不多将近5%的选票 来回之间就是10% 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 你还在检讨北部 林志坚是破口 论文门 他说 这个是郑文燦 完全是在本末导致 为什么本末导致 原因非常简单 这一次民进党在全台湾的选票 把蔡英文赢得260万票 那还是一个非常高的投票率 如果我们换算成 现在的投票率 民进党 他的选票至少350万票 完全破口 在2020 蔡英文赢了250万票 但是在2022 我们可以说 投票率那么低的状况之下 一个八成 一个五成七 中间差了两成三 投票率那么低的状况之下 民进党还会输到300万票 各位看看 这个中间的选票 你留走多少 你表面上输了将近多少 将近260 300 将近只输了40万票 表面上是40万票 你实际上 你用比例重新估计一下 至少你跑掉了300万票 你跑掉300万票 在北部地区来讲 我们可以这么说 北部地区本来就是民进党经营比较困难的区域 所以他输是有一个理由可以讲 可是在南部地区 你的选票都流失了10%以上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发生的事实 现在已经硬件 南部地区都赢得很难看 而不像过去是狂赢 现在叫做什么 小赢 小赢跟狂赢之间 各位计算 南部地区的选票 到底哪有多少 所以我可以说 民进党的检讨 完全放在北部 那个是找错目标 你北部地区确确来说 你提名人选实在是太慢 然后第二个 全部都是英系动员 然后第三个 当然林志坚那些都是破口 但是你举全党就省会红 到了最后就得怎么样 各位可以去看 你还是输给高鸿安 高鸿安是一个政治素人 没有从政过 那他居然可以胜过 经营长达八年的省会红 你就可以说明一件事 这已经不是人心思辨四个字 而是民进党的内部 根本发生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看北部跟南部的检讨 尤其是民进党应该要好好检讨 南部虽然甚远 但是选票流失的现象 比一般还要想象的严重 这就是说明了民进党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闷锅 谁都不敢掀开盖子 一旦掀开盖子的时候 这里面很多狗屁刀招的事 全部都会出来 那各位看 台南地检署去搜索 台南市议会议长跟副议长 他们家里 然后接连办了五个人 他就说明了 说明就是说民进党在台南已经烂到了根了 否则黄伟哲不会赢得那么难看 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清廉勤政爱乡土 他怎么会把南部搞成一个黑都 尤其把台南搞成一个黑都 一个文化古都变成黑都 各位想想看 就是民进党现在在南部 包山包海包工程 包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所以民意才会透气它 这也就是说 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检讨民进党败选的原因 永远找不到真相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